再来关注台湾方面 对于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民进党方面 争取连任的蔡英文 与台行政管理机构前负责人 赖清德的党内初选之争 越演越烈 今天下午双方再次进行协调 不过最关键的初选时程 还是没有达成共识 民调的部分 在那边 不晓得什么样的考虑 到底要不要进行初选 如果要进行初选 先谈日期 到底我们手机要不要纳入 对比的民调 要找谁来对比 证件辩论会 或者是民调 然后时间一个一个排好 哪有看不到日期的初选 双方互呛 火药味十足 蔡来双方第二次协调 虽然请出民进党重量级人士 但还是无法就初选时程 这一关键议题达成共识 两边各有坚持 会议中决定将举办两场证件会 分别由媒体及公民团体提问 另外虽确定候选人民调部分 纳入手机指标 但至于比例问题 仍悬而未决 对于蔡英文 与赖清德的互私戏码 岛内早已厌倦 国民党智库今天公布最新民调显示 蔡英文上台以来 民众对其施政不满意度高达五成六 有高达七成多的民众反对 蔡英文2020年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夏末卫视驻台记者 台北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